现在的父母都非常重视对孩子的早期教育 然而餐桌教育却是很多家长都会忽略的一堂比修课 良好的餐桌教育不仅可以培养孩子的礼仪 更可以帮助提升孩子的营养素养 从小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 保证孩子的茁壮成长 让孩子非同一般 养生千万条科学第一条 我是蓝海 这是我的健康公开课 吃饭是个大问题 那么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两个 首先是祖辈们过于溺爱 再次是爸爸妈妈们又过于年轻 没有经验 由于这些因素就会造成我们看到的现象 比如说追着喂孩子饭 比如说孩子想吃什么就给他吃什么 这些情况会导致孩子的性格出现一些缺失 并且会养成不好的行为习惯 那么根据这样的情况介绍给大家一个最基本的原则 它叫做5WH 5W指的就是和谁吃饭 在哪吃饭 吃什么 什么时候吃 以及为什么吃 一个H就指的是怎么吃 根据一个实验调查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孩子们理解了一些营养方面的知识 知道这些食物对于他们身体的影响 就会积极的带动起他们改变自己吃饭态度的这样一个行为 所以啊 这是爸爸妈妈们缺失的一堂必修课 我们需要向孩子们普及这样的营养知识 挑食的问题一旦出现就会让父母陷入到一种痛苦和迷茫之中 那么遇到这样的现象呢 给大家提供四个方法 第一个呢 叫做找替代 其实很多时候父母太焦虑于孩子 一定要吃某一种食物 但是实际上并不只有这一种食物才能提供相同的营养 比如说我们可以寻找和西兰花一样有营养要素的食物去替代 这样的话呢孩子和父母都不会那么纠结了 第二呢叫做变花样 我们可以让孩子知道同样的一个食材可以制作成不同的样子 哇让孩子每天都在猜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 是怎么做出来的 第三个方面呢叫做用想象 可以让孩子发挥想象力 比如说这个蔬菜 它可以摆成什么样子 它可以拼成什么样子 它可以是什么样的 这样的话呢就会让孩子激发他们的兴趣 最后呢我觉得是特别重要的一点 也是做到了孩子们的积极性真的是会特别的棒 叫做一起参与 我们可以和孩子一块去买东西 洗东西最后做出来 哇那么在这个时候父母一定要感谢孩子 谢谢你今天选择了这么好的餐 这么好的内容我们大家一起来做 哇谢谢你给我们家庭带来了这样的一顿晚餐 让孩子们有一种自我的成就感 他知道哇这个饭是我做的 所以孩子们在参与的过程当中 他自然而然的就会对自己挑选的食物充满了感情 一定会变得特别的棒 那么面对挑食这个问题 我们最主要做的就是普及食物的营养知识 我们不能简单的告诉孩子说 哎孩子这个对你有帮助 而是要说的非常的具体 比如说对你的个子有帮助 对你的眼睛有帮助 可以让你变得更好 好了我们现在开始吃饭了 谁能告诉我我们桌上都有什么东西呢 有沙拉 苹果 还有这个东西 有这个 那我要问你们一个问题了 如果多吃蔬菜的话 会让我们变得怎么样 长大 长大 还有呢 还有吃牛肉的会长最高 哦吃牛肉可以让我们个子长得很高 对不对 那吃蔬菜可以让我们怎么样呢 吃蔬菜可以让你的眼睛更亮 是吗 那是不是我也要好好地吃蔬菜呢 是 好 所以在对待孩子们吃饭的时候 我们需要让孩子从小就知道 每一种不同的食物对于他们来说 有什么样的价值 更重要的一点是 让孩子们能够看到食物本身的样子 还原给他们最本质的生活 帮助孩子们改变对于食物的态度 当然了 我们可以吃一些营养的补充品 来调动孩子这方面的积极性 但是更重要的是 我们需要通过教育的方式 让孩子们自己产生对于食物的兴趣 只有孩子们越来越感兴趣了 他们才会主动地去选择他们应该吃的东西 比如说我们需要让孩子明白的是 DHA这样的一种营养素的摄入 可以帮助他们提升自己 那有什么东西是有DHA的呢 三文鱼银血鱼这样的鱼类呢 里面是饱含了丰富的蓝色能量 它里面有很多的DHA 如果孩子们吃了以后呢 可以帮助他们的大脑发育 但是遗憾的是呢 有很多孩子不愿意吃鱼腥的味道 或者是说有些孩子他们会对鱼类过敏 那么遇到这样的情况 孩子们又需要补充这样DHA的元素怎么办 我们可以选择一些含有DHA 这样的产品可以帮助孩子们 更好地补充他们的大脑发育 除了让孩子们知道食物的营养价值以外 我们在吃饭的时候 选择什么样的沟通方式就特别重要了 所以我们经常会看到父母会犯这四个方面的错误 首先第一的 吃饭的时候总比较 你看看别人都比你吃的好了 第二种呢就是威胁 你再不吃这个我就不让你干什么了 第三个就是责怪 是不是今天考试没考好啊 今天上课怎么样啊 最后一个就是过于激励 总和孩子讨论一些他根本就不愿意谈的问题 如果我们在餐桌上出现了这四种现象 我相信孩子们会默默地咽下自己想说的话 然后迅速地离开餐桌 如果在餐桌上父母总是在训斥孩子的话呢 就会导致他们的神经紧张 他们的消化液呢就会产生一些不良的影响 这样呢不仅会让孩子没有胃口吃饭 也会导致他们产生消化不良的后果 所以这些都是在沟通上面 在餐桌上需要避免的问题 看上去吃饭是孩子的问题 但是真正应该学习的是父母对吗 首先父母需要知道 我们要用正确的方式告诉孩子们这些食物给他们带来的价值 第二我们要特别明白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沟通方式在餐桌上和孩子去沟通 让孩子们不仅知道这些东西对于他们的价值 更重要的是他们学会了良好的餐桌理议 总而言之餐桌这个对于我们来说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场景 其实是教育孩子的最好课堂 我是蓝孩 这是我的健康公开课 养生千万条 科学第一条 让我们为健康开课 孩子有的时候会因为饮食不当 导致吸收消化不良 容易便秘拉肚子 长期还可能导致抵抗力低以过敏和湿疹 我们可以尝试儿童益生菌 同时告诉孩子 益生菌属于金色能量 是我们人体中健康的友谊菌 是保护我们健康的小军团 能够为宝贝的身体健康带来神奇的力量 但是同时需要提醒父母 选择益生菌的产品 还应该注意要有相关的临床研究验证和活性的保障 通过这样的方式 不仅让孩子更深地认识到身体的奥秘 了解益生菌对于身体的积极帮助 又切实帮助孩子健康天活力